我就裡面就開始在為這件事禱告 然後就真的也是很感謝主 然後後來那個新榮地露兄有一次告訴我說 好像徐同弟兄把他forward到其他的弟兄公司 那我其實我這件事我也就這樣子放了 放著了我就放著我也沒有就去 好像我那時候神就把一個平安放在我心裡 我就沒有為這件事掛慮了 我就覺得就覺得說就交給主了 我也沒有說好像特別的去為這件事禱告 結果那天柏冰就告訴我說 那個徐同弟兄他們的公司 就是有打電話來要邀請他去interview面談 然後就剛開始是第一次面談 然後後來就是在神大能布道婚 參加的第二天應該第三天晚上 就是我當醫治同工的第二天晚上 那我就接到柏冰電話他說 那個徐同弟兄公司的主管Eric跟他聯繫了 就是email給他然後就是說offer later就是mail給他 然後他的薪水比原本他原來的薪水真的多蠻多的 感謝主對 感謝主對 而且很奇妙的就是我在神大能的醫治步道會 那兩天總共四天我有兩天成為他們的醫治 醫治禱告同工 然後神也真的是透過我成為很多的 很多病人的祝福 我就真的我從來沒有想到說神會這樣使用我 就這樣子為病人醫治禱告 真的奉主靈為這些病人醫治禱告 然後我也看到神很多榮耀的作為奇妙做人 那當我們忠心在主面前 在服侍主事奉神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顧念神的事 神也顧念我們的事 我們顧念神家中的事 他也顧念我們家中事 而且真的就是以神的國史 神國的事為念 真的他所預備所成就的緣 超過我們所求所長 然後我們家自己三個小孩子 在最後一天也都到前面覺知性主了 我就覺得真的 我們顧念神的家 神就來顧念我們家 然後因為我一直跟主禱告 就是我希望我們三個孩子是真正來認識神 真正來經歷神 真正來依靠神 然後就是來幫他們能夠遇見神 經歷神的大名 然後我就覺得 很聖靈就在他們心中很奇妙的動工 我相信在他們心裡動三公 也不一成就這個工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而且那天他們就非常配合 像以前要請他們去參加聚會啊 這個教會啊 一些特會他們都很勉強 然後那天就好配合喔 就這樣很乖 然後心好像整個都敞開的 都是打開的 然後都是很柔軟的 就這樣子願意跟我到 那個神大能一致不道會 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勞苦在主裡面 都不是突然的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見證 就是我四天這個 大家會有收奉獻嘛 我四天奉獻的錢喔 結果感謝主現在國賓的薪水 就是我四天奉獻的這個 的這個金額的三十倍 對我就覺得真的感謝主了 榮耀歸給神 我覺得真的是神所預備 真的是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而且我相信國賓他在這個公司 一定會我心中有很大的確信 會得到老闆同事主管的喜愛 而且真的那天有很多 這段寫意有很多牧者為他祝福 祷告 我相信他會成為他的公司 還有許多人的祝福 然後我也希望說他 今後我們夫妻能夠 現在神把他這樣子帶回到台北工作 我們夫妻能夠一起來 同心來侍奉神服侍主 因為我也希望說就是說 我們夫妻能夠一起來 來一起愛主 一起可慕主 一起來追求主 一起來服侍主 適奉神 然後我相信我們在家 會更大的蒙福 蒙恩 蒙上帝的恩典跟祝福 然後蒙上帝的恩典慈愛 相信必有恩惠慈愛 隨著我們一家人 有神機騎士隨著我們一家人 感謝主 讚美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先上帝的恩典 神奇妙 來做那個 點名的 嘉儀第一次來 也來微想一下 給大家五百里 那也有點可以想 你們可以有什麼見證微想 你們有什麼見證微想 把你錄影起來 不要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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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來 谢谢大家